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就是读完语书走完行万里路的好处 你要实际去过这些国家 布里维亚 波兰我都去过 你就知道了 不成功的 不能看这个数据 波兰基本的你要去我在那待个三天做调研 几乎没有看到过笑容 还有立陶宛也是 你就知道肯定是不成功 有很多经历很不愉快的事情 代价太大了 他只是跟俄罗斯比更成功一点 俄罗斯因为彻底的悲剧 我们甚至觉得是华尔街的一个阴谋 他就是先是通过媒体的造势 觉得私有化好 所有的国企全部私有化 每个工人都拿到库庞 拿到股份的券 然后整个都完成之后 然后马上又是一波 因为媒体全部给西方控制 包括俄罗斯的媒体 再来一波舆论就是 这些企业都不行 让大家疯狂地抛售 手中的股票 手中的各种各样的债券 一抛售之后就非常低 然后华尔街把它趁机买进来 全部买进来 收割嘛 这最典型的美国制造泡沫 然后耗羊毛就这样做 那么俄罗斯他们有不同的统计 但基本结论应该说是 恐怕是人类近代史上最大的财富浩劫之一 然后俄罗斯男性的寿命 连续将近十年下降到60岁以下 50多岁就去世了 还有我到俄罗斯我调研 这个数据到底可怕 可怕是死得这么早 他们说是的 我们俄罗斯男人喜欢喝酒 这个穷空料倒 外边喝喝酒 醉在雪地就死掉了第二天 反正这个 当然肯定是跟这个精神状态不好有关系 这个手中没有钱 我们都去俄罗斯的感觉是 很可怜 真很可怜 那些老教授军人一看就是资深的军官 怎么也是个大校上校 不说是将军了 把这些勋章啊 这些家里的东西都拿出来卖 很便宜啊 就这样 我们当时就八九十年代 我们到俄罗斯去感觉 这个就不对了 当时提这个做法 做这个修克疗法 在俄罗斯实际操盘的 是杰弗里萨克斯教授 这个教授现在是非常正能量的教授 我们也进行对话 讲 都讲得非常好 但他当时在俄罗斯做这个事情 那时候恐怕他自己也没有完全 相信这个东西 他就这样做了 后来有一次 我当时在任务大学读书 他来做讲座 我们正好有个前苏联的 这个资深的一个学者 在做访问学者 任务大学的访问学者 杰弗里萨克斯做完讲座之后 这个苏联的教授就走上台 提问的时候 互动的时候 直到这个杰弗里萨克斯边上 指着他 他说 我的国家已经接替了 你高兴吗 然后就剥修而去 表示抗议 这种情况太多了 总体非常 特别你和中国这个渐进改革 那个是修克良 把这个渐进改革相比的话 渐进改革总体的效果是好多 好多 一切在于比较 比较之后 我觉得更好 感谢观看